罚款严格说起来叫做对你的财产权造成一种剥夺 所以你会常常听到 因为要节制行政权的滥用 所以我们会用什么名词 依法行政条 那接下来你要注意一下 国家会做的很多行为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国家会做什么 磕税 磕税 从你口袋里面把钱拿出来 要不要依法行政 要嘛 依法行政有两点内涵 我们后面会讲 一个叫做法律优位 一个叫做法律保留 分别在讲什么 各位你看到这里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国开交 国餐高速公路 这个是什么 交通耗制啊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想一下 交通耗制的性质是什么 我再告诉你一次 我们其实不管是国家考试 或者研究所考试 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问你交通耗制的性质是什么 对不对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啊 上面写 好 我们这边呢 大货车限速80公里 好 这是上限 下限不得低于60公里 小客车呢 上限90公里 下限60公里 那我如果用150公里标过去呢 被拦下就怎么样 开罚单呢 对不对 那换句话讲 这是一个国家公权力的行为 那我问你 这个国家公权力的行为 它的性质是什么 我告诉你啊 太多题目就直接这样 误明 这个国家公权力的行为到底是什么 例如各位同学 你看这个PowerPoint的25页 好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跟你做解答了 因为我们第一次只打算先跟你介绍 我们行政法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呢 我只简单的介绍几个题目做解答就好 免得呢 你太心慌 各位你看25页94年台大法院题目 我稍微简单的这样问你 你看 甲维高雄县原住民30年 好 30年持有其祖先遗留一把三猪牙猎枪 民国92年9月甲担任大卡车司机时 因过失疲劳不胜翻车 至其卡车助理伤重不治死亡 甲被法院依过失制人于死于民国93年12月 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缓刑3年确定 高雄县政府于94年3月 依自卫枪支管理条例 十一条第二项规定 命夹缴回枪支执照 而且我告诉你 你祖先留下来的三猪牙猎枪 我要用一千块跟你买 不多哦 我要用什么 一千块跟你买 这是我祖先留下来的 一千我就要跟你买 那你看第二个小题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题目 县政府挤架收购 自卫枪支的行为 应如何定期性质 就这边有一个简单的题目 问你 怎么定期性质 它的性质是什么 那你就要先去注意一下 国家如果在做成我们这一些行政行为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你大致上就是几个范畴 你跟我一起看到我们这一边 看到我们这边第一页的部分 国家做成这些行政行为 大致上就是这几个 第一个行政处分 第二个行政契约 第三个行政命令 第四个行政计划 第五个事实行为 好 跳过行政程序法 第六个 对于违法行政行为所加的一个制裁 又称之为行政法 以及我们为了强制呢 人民加以旅行应有的奔法上几副义务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行政执行 好了 那你现在简单的想一想 好 那这个几件 我给你一千块 三珠牙列腔交过来 这个性质是什么 一样 我现在问你一下 交通号制 交通号制的性质是什么 两个你现在想一想 第一个 我一定要遵守 对不对 我一定要遵守 那如果不遵守呢 不遵守 不遵守罚单就过来了 那你有没有智慧的余地 没有啊 我觉得 我车子性能好 我要飙150公里 不行啊 其他都是乌龟车啊 我要飙那么快 你有没有办法跟国家说上 没有啊 国家片面就怎么样 决定限速90公里 那我请问你 你可不可以反抗国家这一个 决定 不行 为什么不能反抗国家决定 因为今天不是你反抗 今天如果要反对行政权的决定 我告诉你 只有两种国家的力量 第一个是什么 国会事前的监督 第二个是什么 司法事后的审查 你个人小老百姓 你不能片面推翻行政权的决定 那我们现在就问你一下 那我们现在发觉 交通号市的设置 这个性质到底是什么 这性质是什么 你现在想 国家考试有太多的题目就这样考 那我跟你讲 绝大多数的情况要么他就是行政命令 要么他就是一个行政处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简单的跟你来讨论一下 这种行政处分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来各位同学 我们跟你讲 你会发觉 这些行政处分的性质实在太多了 就好像各位 你看到 你如果要出国去 出国去 他在这边有些公告 因为现在可能会预防SARS 预防潜流感 你回来的时候要量体温 对不对 如果体温过高 先生过来一下 麻烦一下 他要帮你量体温 那你如果不让他量耳温 那我们跟各位说明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会发觉 国家有很多的情况 在限制你的什么 人生自流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 国家会不会有对你好的情况 有啊 你看60岁以上的老人 可以免费的打什么 流感疫苗啊 是不是 那国家也会给你优惠啊 2.375%的优惠房贷啊 是不是 国家除了会对你有限制 也会对你有优惠啊 是不是 甚至优惠可能很腐烂啊 例如我们这边产业促进升级条例 我告诉你 运用的非常广泛 因为我们有人形容 只要在国内制造能够插电 插电之后就能够动的大概都有促进产业申请条例的适用 换句话讲啦 我们这个国家 其实是一个租税极度不公平的国家 对大企业极尽优惠的可能 对老百姓极尽的苛刻啦 好 所以我告诉你 你现在想一想 你有时候不需要旺自肥 你在这边对这个国家所造成的租税贡献 可能比一些大老板还要高 甚至比张周某还要高 你说真的吗 真的 他们搞不好缴税都没有你多 真的吗 有可能 但是他们花的钱一定比你多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国家可能会提供失业人民的失业补助 对不对 好 那你现在想一想 当你家里失火了 怎么办 打电话给消防队啊 消防队就会来怎么样 救火 如果我们这边发生海难 当然这边呢 海巡速就会出去救人 对不对 如果我们发生台风水灾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觉国家一定会派人出去救 好 所以你看到 那你说 有一个人六鸟侠 他在这边呢 三星半夜就在那边六鸟脱光衣服 到处乱跑 各位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打电话报警啊 制服他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有人要自杀 消防队会出来救人 好 我们讲那么多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国家除了会对你为限制 国家也会给你好处 更重要的 国家也会保护你 对不对 他会限制你 他会呢 给你好处 他会保护你 甚至 对不对 你现在呢 知识不够 你可以到自然科学博物馆 他会办恐龙展给你看 对不对 如果你对海洋生物呢 希望有更多的了解 你可以到屏东 国立海洋生物馆去看 这个呢 有关生物长